Nitia Kaila Sananda 大家好,我是Mani Tia Kaila Sananda 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我们的在吉隆坡的寺院 今天想要在这个录像中跟大家重复 今天早上大师在开示中所讲的内容 今天的开示是大师早年的一个开示 但是他的讯息非常的让人醍醐灌顶 这是一个其实非常经典的讯息 有一些朋友上过大师两天或者七天 五天的课程的朋友呢 可能听大师讲过我们的两个形象 就是自己的内在形象以及外在形象 inner image和自己的outer image 大师在这个开示中讲的 其实我们的人生无非是这两个形象之间的战争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外在形象呢 是我们想要对这个世界对外人的一个展示 我是谁 我们的内在形象呢 是我自己内心中对自己的认知 这两个形象呢一直是有区别的 并且呢有一个规律呢就是 我们的内在形象往往呢 比外在形象 我们邻居有人回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打搅 这个声音不知道露露露露进来 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内在形象呢 一直呢都是比外在形象要 大多数情况下比外在形象要低 也就是说我们想对外人表现的自己呢 比自己 自己内心所承认的自己 要好 所以呢这两个形象之间的战争呢 让我们陷入到了焦虑 和困惑中 但是呢大师讲的有一点 我觉得是让我们非常的 能够从这个战争中走出来的一个 根本的一个理论 也就是说大师说 如果我只是在我的内在形象中存在呢 那我就没有外在形象 如果我有外在 只在外在形象中存在呢 我就不可能有内在形象 之所以呢我能够有两个形象的存在呢 就证明了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形象 也就是说我是高于任何 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的 所以呢这一点呢就证明 我们是存在高于任何 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定义 我想要给外人表现的自己 这两个的整体之外的 并且大师说 如果呢我只是呢 一直就是我们人类有一个误区 就是以为我的性格是 一直是持续的 是一致的 可以用这个性格这个定义呢 来永远的定义自己 并且规范自己 所以大师说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这种局限的认知呢 才造成了我们的压力 内心的压力 因为实质上呢 我们的性格是 我们的本质呢 是不负责任的 irresponsible 然后没有逻辑的 illogical 然后呢也是unconnected 就是不连贯的 这是我们的本质 也就是说我们的 本质是一个动态的 它没有一个持续的性格 或者是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所以大师说 为什么我们上了五天班 就要休息两天 因为我们已经 戴这个面具已经戴够了 就是我装腔做事 假装做人 已经做五天了 让我休息两天 这个就是 我们对自己错误理解 和错误认知的一个后果 所以呢 我觉得我希望大家 能够通过这个开示呢 也给自己一些人生的启发 对自己的定义 有一个真正的认知 我觉得至少我的认知是 能够让自己超脱出来 从自己的 对自己的一个否定和 怀疑的态度吧 这种超脱出来 我们否定和怀疑 之所以存在 就是因为我们内在认知和 内在形象比外在形象低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停的心中有战争 只要有这个战争 我们可以让自己超脱出来 因为告诉自己 我就是高于这一切的 这个是让我们 从人生中的 最根本的烦恼中 烦恼中走出来 让自己超脱于 自己的 玛雅人生之外的 这样的一个 能够让自己永恒超脱 永恒活在 Paramashiva的这个 存在的状态中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 有所启发 能够应用在自己人生当中 能够对自己的人生 有所获益吧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想要联系我的朋友呢 可以在文字栏当中 找到我的邮箱号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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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